今集在日港人奮鬥記 我們找到在東京做廣東點心的梁師傅 我小姓梁 香港人多數叫我們梁師傅 在日本已經做了幾十年 今年都65歲 當時我在街上做的 有個朋友過來三個月替工 我又好奇心 問他可不可以這樣 就過來日本幾次 三個月三個月替工 到了1992年 把心一橫才想過來日本做事 日本都很好 各方面條件、人工都比香港好很多 當年有沒有說怕人生路不熟 很多人擔心 也沒有 第一次我們來日本的時候 有一個香港人做老闆 跟日本人夾訓的 開了一間店 暫時請不到師傅去做長工 找人去替工三個月三個月 旅遊身份過來 他包機票的 沒什麼所謂的 什麼都包的 做完三個月 就回香港 又去吃街做 我遊 在銅鑼灣吃街 那時候有大院 各方面 當時尾心就到吃街 應該有一百多間店 那時候吃街都有 後來正式過來日本 那間老闆開多幾間 他要人 他說我的朋友 不如我過來 就是這樣過來 那你當時的家人 怎樣排行 我也沒有什麼家人 這些沒有顧慮 反正一個人就博下了 四下過來日本 一做就做了三年左右 那個老闆 沒有娘七 我又回香港十多天 另外有個朋友 介紹我 又過回日本 這樣 那你一直都是來東京 是呀 都是在東京 你過到這裡之後 有沒有什麼發覺 跟香港很不同的地方 跟香港不同的地方 主要是 那些課源 那時候沒有香港那麼好 那麼容易拿到課 但是我們不懂日文 真的沒辦法 鎮量他們日本人去做這些事情 就是想找那些材料 沒有的 但是又要做香港 懂得以前做法 這樣做 那我就慢慢想 那你當年過來這邊做點心 那時候在日本 其實香港點心 流不流行 當時在九幾年 八幾年那時候 在日本 即是香港喝茶 真的很流行 現在呢 怎麼說呢 開了太多 就沒有那麼好 即是當時反而沒有什麼競爭 是啊 所以你開店就有生意了 做到你就趴在那裡了 你那個年代 應該是否沒有那麼多香港人 在那裡 那個年代有很多香港人 你在中華街 有幾百間店 都是喝茶的 你想想 整條中華街 這麼多店 幾百間店 應該有幾百人在中華街 反而東京就少了 現在又不同了 現在變成了北方人員 和福建人去開店 第一間在雪谷做的夏月樓 每天都很好生意 舊鋪做了二十八年 搬店的原因就是那棟樓太舊了 它以前是三陽家庭電器的店 現在變成賣了下來給兒子 去發展這棟樓 那棟樓要拆了 就搬過來這邊 都沒有開檔 你以前在香港一直都是做點心的 是啊,沒錯 有甚麼令到你一直留在日本發展 有沒有想過回香港 想過回香港呢 只不過就是年紀大了 才會退休 如果我有體力 我一直都會繼續研究我自己做點心這件事 文化上啊 或者是有沒有一些不習慣 令到你 我留在這裡其實都是有些 寄人離開的感覺呢 當時呢 就會有這樣的想法 到現在 來了幾十年呢 真的沒有想這些事情 但是習慣了 我老闆又不理我 我只剩下頭做 做好給他就可以了 我想好點菜 想好點心 怎樣去做給他 那些客人吃得開心呢 我就最有滿足感 我就是這種人 那時候都算年輕 會不會有些甚麼氣淚啊 或者是 我都很掛念香港啊 這些事呢 那當時呢 三個月 三個月 過來替工呢 就是都會有這種感覺 一個香港人 他做老闆 他說話呢 就很灰氣的 跟著他搵食 就是仇人氣 沒甚麼意思的 啊 倒下頭 那又做三個月 三個月 那又做三個月 過了氣就沒有死 你說這間店 就是另外有老闆 你是打工 嗯 其實你算不算 在這裏都看菜式上 你都會打完食 那不是打完食的 就是大家研究一下 那些客人要求吃甚麼 那我就盡量 是滿足客人去做這些事 我主張就是這樣 你做點心的時候 會不會印象他們的口味 你們有沒有這樣做呢 但是我沒有的 就是照香港式的做法 是搶粉的醬油 就被香港填了些 是這件事給他咒人 梁師傅 你有甚麼手本名菜呢 都沒有甚麼手本名菜的 我主要就是 想到這件事做這件事 主要就是靠自己的感覺去做 給客人吃 最重要是過到自己的關 對 沒有錯 我已經來觀察到 日本的客人 喜歡吃甚麼菜式 如果點心來說 其中都是小籠包 蝦餃燒賣 肉包 最受歡迎應該是小籠包 會不會有些日本人吃不到的東西呢 據我所知 鳳爪很多日本人接受不到的 很多日本人去過香港 或者在這裏店裡 我教他們吃 那些人才會吃的 去過香港 就先吃過了 知道了 他們才會喜歡吃的 要不然 他們就不怕了 就好像我們的Holo 我都會教他們 怎樣去吃 鳳爪 他們吃過一次之後 就很開心 第二次都要再吃的 那麼你現在 這麼久以來的客人的比例上 香港人和日本人的比例 多些 都是日本人 疫情是中國人多 牛河這些 我都做了皮 日本沒有牛河的皮做的 我自己做的 香港叫你隨時都有 沒所謂 但是要想你怎樣去做牛河的皮 就要欺人一點 你來的時候 是未認識日文嗎 我現在都不認識日文 那你怎樣可以在這裏生存那麼久 主要日本就是 你不認識日文就好 他有漢字 你坐著去哪裏都沒問題 但你日常生活都沒問題 都沒問題 我可能來了習慣了 去買東西也沒所謂 你看價錢 知道他是甚麼 所以都沒甚麼問題 是 師傅都在這裏做了三十年 三十幾年前 三十幾年前 三十幾年前同一家 很多東西都不同了 譬如說人的消費力都不同了 以前我聽聞 來吃中華料理的人 會中產才能吃得 是嗎 真的 那時候 在八九十年代 那時候 你沒有拿著過萬 你都入不到一間店裡吃東西 你想想 消費加一 加幾 加幾 好用的 你想想 加一碟乾燒蝦 都要三千五日圓 你現在 一千日圓都可以吃到 炒料帶子爬豆苗 都要三四千元 二千 兩碟菜都已經七八千牛 啤酒都要兩千元 現在不是 九百八就可以放題 五百元都可以放題 喝酒 你想想 社會潮流 趨勢是這樣 其實三十年 長長話短不短 有很多店舖三十年 真的可以撿了很多次 為什麼你們可以 立得到三十年都從頭 現在又沒有什麼秘訣 有什麼方法 秘訣又沒有什麼 主要就是 以禮大人 公司自己的店舖 那棟樓要拆 找個地方去開它 就在旁邊 一起好 他都會搬到自己店舖 當時好像福島地震 真的沒有差異 做了幾萬日圓 當時就是這樣 疫情 剛剛他們上網 找食物 有很多中國人找食物 在這裡附近 查一下 他說有間香港式飲茶 查月樓 在China Mun 那班學生 和朋友幫忙 主要是做中國人 以禮大人 他們吃得來 我就幫他們想想 其他東西給他們吃 那就到了這個難關 上次我私底下 都去了師傅的舊店吃 我自己也看到師傅 真的很用心對待每一個客人 譬如說我想吃一樣東西 譬如說我只想吃那顆燒賣 你真的蒸一顆燒賣給我們 我們做服務性行業 你也沒有辦法的 別人客人多不好 都是對的 都遇到有很多這些客人 又算他錯的話 他也是對的 你想想這樣一層 就是可以永遠都是一樣的 以禮大人就OK了 30年來 在飲食界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有些中菜 可能更慎 突然興起了很多 四川菜 辣椰 會不會對你們 廣東菜 會有很大的打擊呢 也沒有 但主要是他們便宜 我們一直都買這麼貴的 但日本人不是吃得那麼辣 東北菜 四川菜比油膩更多 但我們廣東菜和點心 油比較偏低 所以都保持了那麼多客人 逢假期 禮拜六禮拜 做到你 阿媽都不認得 你作為一個大前輩 如果有朋友說想二居來入 你要有什麼 中谷或者建議給他們 他不避震 日本真的都很好 氣候各方面真的很漂亮 中谷就沒有了 以下你可以做其他業項業 各方面 日本都OK的 你不懂日文都沒有問題 因為很多人擔心 一說語言溝通不到 二來很多文化上 有很多不習慣 很多香港人都擔心這些 你怎樣可以給他們一個信心呢 那信心呢 就是要靠自己的 如果認為你自己 你過來旅遊或者體驗 都OK的 看看日本的文化方面 然後才決定 離不離日本呢 這件事都挺好 我有個香港朋友 都在富士山 商品那些 買了很多地 做的那些旅遊 挺漂亮的 真的 梁師傅 接下來有些什麼計劃呢 是不是已經準備退休 年紀大了 真的體力有限 退休 到時回香港 看看是怎樣 或者轉個頭都會回日本的 我是只有一個徒弟 所以那些東西呢 我都教完了 那現在呢 都會有人 叫我去幫忙 去教人去做事 我剛剛才做完的 嗯 鋪都未開 很有行 可以吃到師傅 第一龍的點心 真的很彈 嗯 不是叉鞋 是真心好吃 那些要求都挺嚴格的 嗯 做人有要求是好的 你要求做一種東西呢 要求自己呢 水震去到哪裏呢 那些客人都有要求的 嗯 如果那些客人 吃到一次 下一次 人家都不來吃 你做來都沒有用 現在以我們店鋪來講呢 都是熟客的 一個人過來日本生活 不容易 單憑一句 以禮代人 可以在日本過上三十幾年 更加不容易 聽起來好像很簡單 但其實是含金量極高的一次訪問 當年梁師傅來日本的時候 正值日本經濟起飛 同時見證著日本迷失三十年 疫情後的日本會否重新起飛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祝願梁師傅往後繼續過上理想的生活 我們下條片再見